深毒一分钟,你的健康深毒管 董光复主任医师,广东省人民医院,风施免疫科副主任 类风关治疗篇 目前人类还无法根治类风关 类风关就是滑膜发炎惹的祸 所以药物治疗的中心思想就是抗炎 类风关抗炎战的三大战略 一,让大白见不到滑膜 大白乘坐血液小火车专程来到关节里揍滑膜 想揍滑膜就必须先穿过血管 才能进入关节啊 我们可以把血管的通透性变小 让大白无法穿过血管 压根就没机会到拿关节 这样滑膜就安全了 非灾体类抗炎药就是这个战略的代表药物 比如双氯分酸,美洛西康,再来西部等 二,减少攻击滑膜的大白数量 抗风湿药就能减少攻击滑膜的大白数量 从而控制炎症,减少滑膜损伤 代表药物有甲安碟令,莱福米特等 三,让大白的武器失效 大白向滑膜开战 最爱扔各种炸弹,细胞因子 生物质剂就是那种能压制大白细胞因子的黑科技 能有效控制关节炎症 代表药物有肿瘤坏死因子α结抗剂 白戒素6结抗剂和白戒素1结抗剂等 生毒是个宝,尝看身体好